最近好像不管打开哪个网站都能看到有关于沿喜攻略这部剧的信息 相信看过他的观众应该都知道高贵飞这个人物和白月光复查皇后不同 他就像母的一样活色天香盛开得十分妖艳夺目 她是个张扬而又狠毒的女子 无论犯什么错都能用楚楚可怜的那一套获得乾隆的宽容 她之所以能如此目中无人 不仅是得意于胜宠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她父亲的关系 其父高宾在剧中为国家治理河岛 是乾隆身为信任何以重的大臣 有了这一切光环加深 高贵妃才会根本不把皇后放在眼底 对女主绝未定过 未来的令妃更是针锋相对 那么历史上的高贵妃果然是如此的魅力无边 让乾隆不能自拔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高使之父高宾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坐到了河道总督的位置 可惜的是他出于内务府包一家 在背景上越显逊色 所以雍正虽然有心 想让他们家和皇室成员联姻 但也不好给喜部太高的名分 是以高氏后来以嗜切的身份入府 伺候乾隆 当时还没登记 称为弘历 后来高宾在朝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父亲的声迁 高氏的命运也开始起了变化 之后顺理成章 他成为了乾隆的侧福晋 从奴菜摇身一变竹子 堪称逆袭典范 而高氏本人似乎也挺了弘历欢心的 弘历登基位帝 成为乾隆后立刻就给了高氏一个贵妃封号 而且还满足了他的心愿为他家台旗 让他成了香皇妻出身 不用再被人够逼 从这里开始 假如高氏能征点系 有个子四磅身 也就高枕无忧 结果由于他自幼体弱多病的缘故 他一直都没能有孕 而且在贵妃职位上还没有待满十年 就进入了变入膏肓的阶段 乾隆见此很是心急 所以再度进封他为皇贵妃 希望能冲冲喜气 让他尽快痊愈 然后这并没有什么效果 两天后高氏就香消欲了 乾隆失去爱妃 自然也是很难过的 将他的嗜好定位了会贤 当时乾隆的原配皇后复查 是也在乾隆身边 见到乾隆给高氏的嗜好特别羡慕 因此也在当场请求乾隆 希望自己死后也能获得贤的时候 后来没想到一语成衬 复查是死后的十号是孝贤 也算是乾隆满足了复查是最后的心愿吧